大家好,非常欢迎大家,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之,我是你们的Yuki姐姐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,是想又给我们小朋友带来一款非常非常棒的 在这边又非常给我们小朋友进行一个推荐的彩虹橡皮筋编织套装 里面呢会有我们4400个,没有错,你没有听,对,你听的是对的 然后是我们这4400个彩色橡皮筋,颜色非常的丰富,然后非常的饱和 然后还会有这个S型的这个小的挂钩,还有我们6个它的配件 以及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编织板,然后整个呢就是一个小盒子的一个造型 非常的便于我们小朋友呢随手携带,还有我们把它收纳起来,都是非常的方便 这边又有两个小的按钮,你要把它把它开大一下,给它打开来 我们这边可以来看一下 这边是有我们的编织板,编织勾针 还有我们这个蓝色的,蓝色的这样的,也可以把它组装在一块,它也是一个勾针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编织板,你可以把我们的皮筋呢放在我们的编织板上 它可以进行一个自由的拆卸,比如说呢你这边是想要编织不同的一个造型 编织出我们这个小黄人啊,编织出我们这个非常可爱的一个手机泡包啊,手机的挂件啊等等等等 都可以编的出来的,如果小朋友感兴趣的话呢,都可以订阅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个频道 在这里是跟大家进行一个推荐,是叫做DIY创意与灵感 然后也是我们这个频道当中的一个工作人员呢,是给大家做出来的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,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的关于我们手工编织,或者是想要看到关于我们小朋友呢 可以做出来DIY的一些创意语,还有这些手工的话呢,不要忘了可以订阅一下我们另外那个频道 叫做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然后如果你是喜欢我们这期的视频的话呢,也可以给我们的频道呢一个订阅,或者是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我们这边可以把它按照你喜欢的这个形状,或者是喜欢的一个顺序,去把它组装一下 其实它这边组装呢,也有它自己一个讲究的 嗯,如果想要看到详细教程的小朋友呢,不要忘了订阅一下,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另外那个频道 在那边呢,是有一个详细的一个教学,会教会你怎么样去给它制作一个我们的挂件 嗯,还有一些小的一个,小的工艺品等等,都是非常的简单,希望小朋友能够喜欢 这是我们的一个编制版 然后这边还有我们这个迷你型的一个勾针 嗯,嗯 嗯 这边还有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挂件 你可以把它做在你的这个手链上 然后做成手链上的一个挂件也是非常的不错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S型的一个小钩 可以把我们的手链呢就是头尾相连 然后也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好玩 这个挂钩呢是非常有用的 然后它这里面是大概给了我们100个S型挂钩 各种各样的一个颜色 比如说我们这边非常可爱的一个黄色 橘黄色 这边还有我们这个半透明的一个黄色的皮筋 这边都是我们的一个半透明的一个状态的皮筋 然后这边呢还有是更淡一些的颜色 基本上是全透明的一个皮筋 这边的皮筋 这边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带有斑点的 这个小的皮筋 然后还有这边各种各样的一个彩色的皮筋 好啦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小的视频 老样子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弹幕准备下一个赞 加以鼓励 或者是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在视频的下方留下你的留言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 看得愉快 下期再见咯 拜拜